因為牠耳朵是軟的 牠耳根是蠻軟的 老師沒錯 牠有點讓好人 很準耶 牠人蠻好的 對 喔喔喔喔喔 手骨最痛啊 我覺得手骨都差不多 奇怪你手有用很多嗎 喔喔喔喔 我這樣沒辦法講話喔 Hi 大家好 我是Steve 歡迎回到我頻道 這次的電壓開箱比較不一樣 我們要去專門體驗刮沙了 據說可以透過沙圖 來了解自身的身體狀況 好那在今天影片開始之前 還沒有訂閱我的人 記得訂閱我的名字加開啟小鈴鐺 另外也別忘了追蹤我的IG 我們今天要去的店家叫做MGA精健康刮沙 創辦能有物理治療師的背景 但身為祖傳刮沙的台灣第三代 把中西合併在一起 真的非常特別 好那現在就跟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GO 我們在看這個部分的話 脖子這裡的線是比較粗的 所以這個地方它會有一個折痕 所以這邊其實會當它的頭部血流 會有一個斷點 它這邊是帶兩層 你有帶項鍊嗎以前 或者是 好平安的 喔 因為這個有可能是那個項鍊 因為這個高度通常跟項鍊有關 這個的話會跟脖子的動作有關 所以它這邊會比較凹 它這邊長一個痘痘 脖子不要長痘痘 因為通常它一樣會影響到睡眠 所以像我們剛剛有看到它可能是比較容易前面液痘 比較沒有精神 那跟這一段是有關係的 這個地方的話 兩側這邊是有痘痘 所以它跟它肩關節的循環會比較有關係 那從這邊來看 它這邊相對是比較平的 可是它摸起來其實有點粗糙 所以它等一下可能一開始會比較難粗糙 這個油是我們自己 就是我舊九條的 那它是一個混合油 它脖子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從後面上來看 頭跟脖子一樣粗 一樣會睡不好 而且頭很昏 失去就會比較慢 這是有紅的嗎? 還沒 我跟你說它這個超難 這不是沙 它超難刮出來了 這個已經是平常大概兩倍的次數了 這個才是 而且它偏暗 所以它的含氧量比較低 它的含氧量高的話會比較偏鮮紅 而且其實我還蠻小的 可是它會發現它會有點痛 那為什麼會痛 我們說通則不痛 但是這個通則不痛 其實是因為它筋膜裡面 玻尿酸的濃度 所以當它玻尿酸的濃度變濃稠 它就會比較容易會痛 那我們就是讓它刮紅 然後可能慢慢的就好 OK 好 接下來到這邊 一樣非常難刮出來 中間是斷點 我不太確定這個到底是它太極還是什麼 但是你看我一樣這樣刮對不對 就空一段 這邊才出來 所以它的脖子這邊是有 而且很深 但中間空掉 我們刮刷是看引導 不是補也不是血 所以血流會到這邊的時候 它就被堵住了 所以它就脹在這裡 所以這邊很粗 可是它其實應該是要這樣倒下來的 喔 這邊很深 而且很躁 欸很痛嗎 脖子 喔脖子而已 你看喔這邊都超緊的 這邊是上斜方肌 它的肌肉從這邊到這邊 所以它上斜方肌非常緊 我不會刮症 但肩膀一直在前面 嗯嗯嗯 然後這邊一樣往下 然後這邊要往外 然後這邊 然後這邊 稍微往下 數刮 然後等一下它要從前面 因為它這個地方還是很粗 哇塞 然後它這一個是比較平 所以它這邊很悶 嗯 對就是那種 很悶 很悶 有沒有都刮不出來 真的耶 你看剛剛那個很容易紅 它連紅都很慢 這邊是肩胛骨疾 這邊是搬重物 騎車 對 它這是皮肉痛而已 這個還好 這邊的血流也是相對少一點點 嗯 你看它現在才剛要出來 對 刮過很熱的感覺 感覺是 表示血液在流通吧 對如果我說刮完之後它皮膚是熱的 那本來刮完沙之後文獻上看起來它會沖四倍血流 那血流是修復的關鍵 就是這樣刮如果它直接熱 那其實代表說它是身體比較好的 可是我這樣刮 對 這邊有沙對不對 然後這邊要紅不紅 所以這一塊的血流其實是比較不好的 嗯 就脖子 很熱 對 但是下面就 還好 這邊一樣是比較 就是粗壯的 對 這邊有一塊肉在這裡 通常這一塊不要鬧太肥厚 當然是很有福氣 沒有錯 但是當它太肥厚的時候 會影響到它的睡眠 很會打呼 對 那就是把這邊刮一刮 所以你回去你可以觀察看看你自己的打呼會不會好一點 那我們在刮的時候要非常輕柔 因為這邊很接近我們的動脈 對 所以你就要很輕柔的去刮它 這一條卡拉卡拉你有感覺齁 所以你在吞咽的時候 有的時候應該會覺得有點卡卡的 你就吃東西的時候 對 就感覺好像卡在喉嚨 因為它這邊腫起來 所以就是要暢通 在這邊輕輕的就這樣子 然後它會慢慢的越刮越順 然後下巴的這個地方會有點痛喔 往下 這邊要往下 然後這邊就這樣稍微刮一下 往下順刮 喉嚨的地方因為你常講話 這邊其實還是會有一點點的紅沙 在這個地方也有 所以我們就要輕輕的往下順刮 這邊應該我覺得只能給那個啦 專業的地方 是前面還是要刮 尤其是鎖骨 這個你會有點不太舒爽的感覺 很明顯 還可以嗎 還可以嗎 然後這邊的話一樣是往外 那通常如果說胸大肌這邊有刮的話 比較容易會比較浴竹 那這個就是稍微刮來的時候 呼吸就會比較舒服 原因是因為這邊我們呼吸其實胸也要擴張 所以當它勒住的時候你就上胸無法擴張 呼吸就會吸不深 但它原理是這樣 我們這個呢要過尖峰 往外刮 對 就這樣 它這邊有一個沙出來 大家可能長期什麼摩托車啊 或是重物啊 這邊就會有點 就是叫黑豬沙 泡發在肌肉層 往外刮 像我這邊刮出來之後 我再把這邊稍微順 它的那種主力感就會比較小 它這個也不是說要刮出沙 就是輕輕的就好 但下汗這邊就真的要 稍微用一點點力 下巴會痛嗎 下巴不會 還可以 鎖骨感覺最痛 蛤蠻痛的 你應該還有一個地方 我先把這邊處理好 好 接下來的話是 胸骨 胸骨下方是胸線 那它是 民意的中繼站 所以這邊呢 它應該會很痛 就知道它講成這樣 喔喔喔喔 是像滑罐那樣嗎 不一樣 不一樣的 比較像鴿的感覺 對 然後你甚至會懷疑說 欸我是不是流血了 那其實沒有 忍住 所以那就是 身體的傷殺會知道 你看我們這樣清光 它也是有這種 比較鮮紅的 真的耶 那它其實這個就會比較糟 而且它其實蠻深的耶 這邊很深 還行嗎 可以可以 我忍太遠了 我忍太遠了 然後這邊往下 來脖子 這邊再一個 好 往前看前面喔 然後脖子往上 你會發現說 有刮的這邊 它其實是比較順下的 這裡還是腫腫脹脹的 然後你呼吸 吸吸呼吸 然後走進 你有沒有覺得這邊 比較可以擴張 感受看看 有 我懂老師的意思 就是它 吸了氣的時候 感覺可以吸 比較深一點 進來的氣會比較多一點 然後這裡感覺就是 到一個地方就卡住 即便吸太多可能 其實也沒有吸 就只是吸而已 但好像沒有進到裡面去這樣 那吸不夠深 人就會很容易執照 因為你缺氧啊 所以你就呼吸幾出 心跳就會很容易焦慮 那為什麼刮這邊 它會變得比較好 是因為 我們這邊是胸大 胸大肌 胸小肌 還有肋肌 我們在呼吸的時候 它本來就應該要擴張 但當它沒有擴張的時候 它就會影響到它吸氣的這個容量 所以它的呼吸就比較沒有效能 然後就會讓它一直急躁去做事情 但是又沒有效率 那這邊脖子也是 你現在這邊都微熱 對它就熱了 還滿好的啦 然後再來是耳朵 它應該還好 我覺得它還好 因為它耳朵是軟的 其實它耳朵是蠻軟的 有的是硬的 老師沒錯 它有點讓好人 欸很準欸 它忍滿好的 對 它就是好人心這樣 但你也可能愛它就是因為它好人 對 這個會痛喔 因為這個是被重物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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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沙開得出來 這個的話我們叫做黑點沙 那你看一樣的力道 但是這個也就會出來 但剛剛就不會出來 對 總監啊 騎車 然後騎車 有沒有摩托車嗎 路不平嗎 那就是這樣 好這間網外瓜 然後這邊呢我們可以再稍微再掛一下 因為它這個還是比較髒 所以我把前面用好之後 這邊可以再稍微 一點點就好 對 這個真的要很輕 嗯 對 它其實脖子真的蠻髒的 你今天看有沒有辦法好睡的喔 好 希望你可以好睡 它應該兩邊狀況會不一樣嗎 還是差不多 不一定 例如說 側睡 側睡也會 兩邊會不一樣 好 可是我覺得這邊好像相對比較還好 嗯 這邊比較有感覺 比較痛沒錯 但它比較有感覺 你左邊其實 這麼來痛 比較不好欸 顏色看起來是這樣子 對 這邊真的刮起來順很多 我吃了很多 但是你這邊會痛是因為 你的感覺比較好 就是你要痛你要有感覺 對 可是你這邊其實比較粗糙 左邊其實是比較粗糙的 濕氣 而且還有空氣的髒物 所以刮完沙之後 我們都會鼓勵大家 就是回家就趕快洗澡 喔可以直接洗澡 直接洗澡 不洗澡 你這些髒的東西 它會重新再被吸收回去 嗯 以前會說不能洗澡 其實是因為怕你著涼 而不是怕濕氣 嗯 這就是很重要 因為還是很多會覺得 你要洗澡 但是其實你問它為什麼 它說因為怕濕氣 可是你看毛細孔打開有水有濕氣 對 那每天洗澡不就毛細孔打開 有水有濕氣 對 可是很奇怪啊 合理合理 對啊 因為它現在狂飄汗 有嗎 有啊我流很多人 這裡你的頭好像濕濕的耶 它這個汗流出來是很好 哦 因為它比較好悶 它這一波啊 它悶在心裡 但是又虛耗它自己 而且它這邊有斷點 就是它這邊的血 到這邊 欸要流下來沒有 在這邊很粗糙 對 對 就當它下不來的時候 上下不連貫 你當然會擠在這邊 然後它就會很爆炸 所以很多人情緒不好 其實是因為身體不好 不是因為它真的情緒不好 對 好我要往下囉 有沒有聽到嗎 有 這個很粗糙 就是它的那個皮膚 不是一個很好的狀態 對 然後這邊順刮 往下 那不然很難刮紅 有 我等它不要硬刮 不能硬刮出沙 哇這裡好像很痛 這一個地方很痛 這裡 而且它會越來越痛 因為這是久重 所以很多健身的人 他練了八塊 你現在這邊還是兩塊游泳圈 主要是因為重力往下 可是屁股這邊的反作用力往上 對 所以就積在這邊 所以這個其實乖乖暢通就好了 哇 好像很痛 這邊很痛喔 消耗筋膜它很硬 所以它其實很難被手放手 你是不是痛到流汗 這一波汗啊 其實有點是把不好的先擺出來 這是擴背 對 還好嗎 但其實我很小力 那力量很小 但這握握 因為器具 它不是一般的器具 對 所以像我們很多學員來學 就是因為我們的手法是很省力的 不過也個子不高 可是你看它那麼重 我還是可以把它處理得很好 然後發現它這邊都血流比較沒有那麼多 你有沒有看到它一條一條 就是太少大便 喔 是這樣子喔 就是你本來新陳代謝的廢物 你就要排出去 對 那你排不出去的時候 這邊是我們排便的反射 所以都擠在這裡 好這裡囉 我要幫你把斷點刮出來 還行嗎 可以喔 這裡有比脖子痛嗎 沒有 有的 它有收骨 然後這邊再往下 這是胸腰筋 這個真的痛而已 對這個真的很痛 這個主力感 有沒有 主力感很大 尤其是這邊 你還行嗎 沒有 我也很冷 好 你看有掛的地方它會開始消水 很熱喔 有比較浮貼 刮完沙之後吹到風 那頭痛會很痛 因為我們怕著涼 這樣輕輕的刮 這邊真的比較還好耶 你有感覺嗎 嗯有 比較順 對比較順 那邊就很卡 沒有啦 手骨最痛啊 我覺得手骨都差不多 奇怪你手有用很多嗎 還是就騎摩車 摩摩摩摩摩摩這樣 這樣沒辦法 出來了 沒想到這個也會 這很痛 有很多是騎單車的關係 好痛 對啊 你在比是那個動作 就騎單車會這樣吃 有沒有 單車 換出來 一樣讓你呼吸 這個會 好美 這個是成長紋 成長紋刮出來會叫沙巾 成長紋是這個嗎 這個這個這個 就是肥胖紋這樣 對我就講成長紋 很痛啊 快好了快好了 好來呼吸 有沒有比較平靜啊 有有有差很多 你應該精神比較好 因為它是那種 睡很多睡不飽 對 這邊是鮮紅的 對 那我們刮沙其實它摸起來 是粗糙 可是刮沙應該要越刮越有彈性 人家刮的時候 器具啊手法啊 都很重的 對 所以當它回去之後 如果有好好的熱敷 熱敷就多沖熱水 按摩就是多搓一下 多拉拉的時候多搓一下 沙退掉了 身體它會自己慢慢的變好 因為血液喜歡唱通的 對 科學刮沙 對科學刮沙 都是有理論的 頭皮因為它有很多層 所以如果說要思緒比較好 它的分層就要做得比較好一點 然後這樣不用塗油 那頭皮不用塗油 就這樣子 它這個地方啊 泡泡的 水分太多 這樣也不好睡 就睡不進去 好這樣就可以了 怎麼樣刮完沙的感覺 目前覺得確實 身體輕鬆蠻多的 然後也蠻有精神的 嗨各位 我已經體驗完了 那這次的分享非常特別 我們隔了一天之後再來分享 因為在刮沙的過程中 其實老師所刮完的當下 隔天你會有感受更明顯的回饋 那我先說我今天起床的回饋好了 就確實蠻明顯的 就是在我睡覺過程中 其實起床之後 我平常雖然都很少睡 但起床都會覺得很疲憊 頭會很重 但今天起來是精神很好的 即便我昨天比較晚睡一點 但我覺得身體確實是有好好休息的 那再來講到我們昨天刮的時候的狀況 我就刮完當下回饋完 讓我最最最明顯的就是在我脖子的部分 那在脖子的部分是我目前 有時以來感受到最輕鬆的 那當然在刮的過程也是全身都很熱 一直在冒汗啊幹嘛 那就是因為原本不通暢的血液正在流動 所以老師說就是會比較熱一點 那我覺得其實OK 那從第一次的刮沙到這次的刮沙 其實讓我體驗到非常不一樣的東西 從原本的刮沙會讓我覺得 其實刮沙很舒服不會痛 那一樣也會有熱熱的感覺 那這次的刮沙其實讓我覺得是痛的 那我覺得 其實痛的不見得是不好的 那它這個痛確實是你身體有問題的痛 而不是師傅的手法讓你很痛 那我覺得身體就是最誠實的一個東西 就像老師說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痛是必然的 其實刮沙還是會痛的 但我非常推薦大家其實可以來體驗一次看看 因為這邊的刮沙真的很不一樣 影片也提到很多老師 經過你的沙圖去分享啊 然後了解你這個人啊 各方面等等 我覺得真的蠻神奇的 那又結合一些西式的方式 中西結合 那其實會更有效的來傳達一些訊息 讓你的身體去做到改善 所以我覺得大家有機會可以來試試看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加分享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加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